好,我们回到温州 这通常怎么样呢 这个the greater part 就旅程中的更大的部分 就旅程大部分了 spend on roads 都花费到了路上了 spend 我们可以说 后面可以加 in doing something 花费时间做模式 一个叫spend some time on something 花到了什么东西上 这里没用的解释on 是可以的 都花到路上了 而路上怎么样 with few service stations and too much traffic 路上这个加油站很少 但是汽车却很多 加油站 咱们复习第39个说过 在英联邦国家 咱们可以用 patro station 或service station 咱们一看是英联邦国家背景 这个不能发生着服务站 服务硕士 大声来没 patro station service station 来看一下美式版本 gas station 美国汽油 可以叫gas 书面也叫gasoline 就这么一个 这个是这个 这个加油站 这个我们看这个译文 是不是翻译对了 老版本的译文有错 在205页 译文第六行中间 咱们看这新版本怎么样 205页 第六行中间 我们看 但旅行的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路上 并且只有很少的服务设施 很少服务设施 翻译错了 是很少的加油站 这个是翻译错了 这术语翻译错 我这本书 还是买了一本新版本的书 因为以前 李老师那本书 已经烂得皮都掉了 为了录制这个课程 买了个新版本的书 但新版本的书里面 依然有错 这个中文译文 还是这个不可靠 所以一定按老师上课 讲的为准 我们看到这个 咱们做学问 这个胡适先生说的好 做人要在 有疑之处 不疑 做学问 要在不疑之处 有疑 包括外言社出的书 也不见得百分之百正确 但是我们记住 新概念英语 在英文部分 课文中 是没有一丁丁点问题的 绝对没有问题 值得咱们百分之百信任 久经考验 但是中国人 给的这个译文里面 错误 零零行行会有一些 就包括李老师讲的 也我不敢保证 百分之百都正确 尽管我努力要做到 百分之百正确 但是李老师做不到 因为 普普说过 普 他就说 凡人多喘悟 为神能见诱 世人都会犯错 李老师这可能也会偶尔犯些错误 希望大家能原谅 那你就成了神了 就包括这个 书后中文译文 这个地方有问题 所以尽量按照我上课讲的为准 李老师这个出错的可能性 比这个教材要更低 因为李老师已经教了多少年了 我在教新概念英语的时候 是2001年的时候 你看到了今年多少年了 有问题的话 一般我都会发现了 在这个地方翻现成加油站 不是服务设施 and too much traffic 还有车辆太多 车太多 我们讲过 traffic这个词表示 路上行驶的交通工具的组称 是不可署名词 你看我们看一下 第33课里边 154页的第19号 154页第19号 Meanwhile the traffic pelled up behind 与此同时 这个车辆在后面排起了长龙 这个车辆 traffic不可署名词 现在路上行驶的车辆的统称 不可署 好 我们回顾这整个句子 当然先说呢 在高速公路 你可以至少比较安全地 以高速行驶 但是通常呢 大部分时间的 great part of journey span and row 划在路上 路上有什么 with 这个 few serious station 很少有 这个加油站 and too much traffic 我们类似 看能不能造一个句子 复杂一点 先看中文 我的几个住在乡下的熟人 每年进城一两次来看戏 visit theater 来看戏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种难得的乐视 特殊的享受了 a special treat 大家还记得吗 41个讲过 但是通常啊 旅程中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路上了 在路上加油站很少 车辆却很多 说明进城看戏很不方便 住在农村不方便 这个后半句 通常旅程大部分时间 花在路上 加油站很少 车很多 这是本文中 本局中出现了 那前半句呢 在41课好像见过 咱们看能不能 先复习 先复习 41课里面 在192页 19行末尾道的二场 192页 19行末尾道的二场 看这句话 some of my acquaintances 我的一些熟人 在哪呢 in the country 住在农村的熟人 come up to town 上城里来 老师说个的up 可以表示到更重要的地方去 once or twice a year 每年进城一两次 来看戏 to visit the theater 来看戏 作为一个特殊的乐视 特殊的享受 as a special treat 咱们说过treat 是难得的乐视 特殊的享受 但是旅程中怎么样 再接到本句话来 咱们来复述这句话 复述一遍 some of my acquaintances in the country 然后呢 每年上城里来 come up to town 一次换两次 once or twice a year 来干嘛呢 to visit the theater 作为一个难得的乐视 as a special treat 逗号 但是 很经常的是 通常 more often than not 通常怎么样呢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journey 滑到路上 is bent on roads 路上有什么特征 with few service stations 比较太多车辆 and too much traffic 整个这个复杂的句子 我们就等于把41课的内容 跟44课穿到一块了 咱们得回顾一下 我的几个熟人 some of acquaintances 那么在农村的时候 in the country 每年进程一两次 come up to town once or twice a year 来看戏 to visit 作为一个难得的特殊的享受 as a special treat 但是but 那么通常 more often than not 旅程大步时间划到路上 the great part of the journey is bent on roads 路上伴随有什么呢 with few service stations and too much traffic 那么加油站很少 车辆就很多 好 那么这样一来 就整个把by land 通过路路都会讽定了 火车 汽车 都不是好的选择 那么第二个by sea 坐船怎么样呢 我们说了 by comparison 那相对照来说 ferry trips or cruises offer a great variety of civilized comforts 与之相比较的话呢 这个乘渡船来旅行 或者是乘船游览观光 这个ferry就是渡船了 trip 那是短途的旅行 cruise就是乘船旅游 旅游性乘船游览观光 就是cruise 那么给我们提供了 文明世界的种种 多种多样的舒适享受 确实这个坐轮船呢 这个比坐火车要舒适 方便一些 那么有一个固定搭配 叫相比之下 这作文中的重要一个搭配 叫by comparison 咱们得背下来 除了用by之外 咱们也可能用这词in 一样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by comparison in comparison 这个都行 叫相比之下 相形之下 我们以前说过一个搭配 叫小屋见大屋 还记得吗 叫做pale in comparison 或者用pale by comparison 相形见处 小屋见大屋 但是一般都是表示 这个东西跟另外一个东西相比 就没有它那么厉害了 但一般都是指倒霉的事 一些灾难呢 一些坏事啊 令人不愉快的经历啊 注意这个词 有贬义词味道 就这个不好 跟那个一比 这个不好 比那个更加不好的 就差劲了 它一定指不好的事 我们看例子 I thought I was badly treated but my experiences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yours 那么我原以为 I thought 是我原以为 一般都是 我呢遭到了不好的对待 但是我的经历 与你的 你的 就你的经历 相比较的话 就小屋见大屋 相形见处了 我到了那之后 他们对我很 都根本不搭理我 我很生气 结果你到了之后 被人凑揍一顿 那我看 我这经历 跟你相比那个 差远了 pale in comparison 如果与什么相比呢 可以再加个戒字with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yours 那如果不是与 什么相比呢 那么后面的with就没了 好 那跟它类似的 除了用by comparison in comparison 我们也可以用by contrast in contrast 百分钟可以替换 也是相形之下 都行 用by 用in 都可以 by 我们大声度下 by contrast in contrast 这可以替换 都可以 你看在四册里就出现了 先看在四册 三十七刻衰老的过程 四册三十七刻衰老的过程 a ran down watch is still a watch and can be rewound an old watch by contrast become so worn and unreliable that eventually is not worth many 一个发条走完了的表 叫ran down 就发条走完了 咱们四次回家 它一点是个表 能够再次上发条 rewound 就来自rewind 这个过去分子 但是与之相比呢 一个旧表 by contrast 就相对照来说 它变得如此之破旧 以至何不能被依赖 以至于最终呢 就不值得修了 by contrast 就是发条走完的表 跟旧表相对照 by contrast 用的是by 再看四册第三十二个 sinsettled and today we can see even his famous clash with the inquisition in something like his proper perspective 在他的一生之中 伽利略 都是激烈辩论的焦点人物 但是 科学的纷争 早已尘埃落定了 比起今天 我们可以甚至 用相对一个 比较恰当的角度 来看待 它著名的 与当时宗教法庭的 这个纷争 这个政治纷争 clash 但是 相对照而言 in contrast 你看 把by混在in了 也是可以的 那么 直到近代 那么伽利略 才对于科学史家来说 变成了一个问题儿童了 problem time 相对照而言 与历史上对照 in contrast only in modern time 不能发现只有在近代 得发现直到近代 李老师说过 only 如果加时间状语 不要发现只有才 发现直到才 这是in contrast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我们如果非强调 与什么什么相对照呢 与什么相对比 咱们回顾一下 第41课讲过 又是复习了 与什么相对照 加比喻的话 可以用compared to compared with 后面就可以加比喻了 这是过去分词 当状语来用 还有借词 当状语来用也行 in comparison with in comparison to by comparison with by comparison to 就在刚才那 comparison后面 加with加to就好了 还有呢 我们in contrast by contrast 如果与什么相比 后面一样可以加with 或者加to 都可以 就与什么什么相对照 这个都可以 我们再看一看 第四册 第五课 Youth 青年 这个书的例子 第四册的第五课 It's as if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cosmic being in violent and lovely contrast with the suburban creatures 看似他们好像是 在某种意义来说 是宇宙中的生灵 他们与我们这些 目光短泉的老家伙们 构成了生动 而又鲜明的一个对照 in contrast with 只不过在 看照前面加了 violent 和lovely 非常鲜明的 非常生动的一个对照 加修士语了 加修士语了 还是与什么什么相对照 咱们同时记 另外一个在高级月动中 有关比较这个重要剧情 这个到四册 44个会碰到 咱们先看一看 先看一看 也是比较 这个搭配叫 A as against B is as C against D A与B相比较 就如同C和D相比较 是一样的 A和B比 就好像C和D 比是一样的 A as against B is as C against D 这个如果 要不知道的话 很多阅读都看不懂 咱们看一个简单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US as against that of DPRK is as the strength of an elephant against that of a mouse 他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 如果与朝鲜的军事力量相比的话 就好比如说 一个大象的力量 跟老鼠的力量相比 是一样的 就相差太悬殊了 A和B相比 就如同是C和D相比一样 这比较是咱们一个重要区域 比较是咱们一个重要区域 那么四册44课 还会出现类似的句型 但那个句子太难了 咱们三册同学 可能理解有困难 咱们到了四册 到了我们在线的四册课上 李老师会详细讲解 四册里面44课 更难的这个句子 好 再回到文中 他说 与这个陆路相对照来说 这个水路 Ferry Trips 就乘渡船 往返 或者Cruise Cruise 就娱乐性质的 乘船旅游观光了 乘船旅游 Offer给你提供 A Great Variety 就多种多样的 什么呢 Civilized 就文明的 文明世界的 Comforts 舒适享受 这个Comforts 在这儿是个名词 而且这个名词 习惯用复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使人感觉舒适的东西 使人感觉舒适的事物 像什么空调啊 冰箱啊 什么大水床啊 什么大沙发啊 这个这个 让人觉得很舒适的一个事物 这个习惯用复述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Hotels with all the modern comforts 装备了现代化舒适设施的 这些宾馆 这个Comforts 在这儿叫舒适设施 舒适设备 就是在里边有什么 空调 有软床 有地毯 有什么什么 大沙发 大软床 等等等等 这个使人感觉舒适的东西 这个习惯用复述 再比如说 再看一个例子 After the trip It was nice getting back to a few home comforts 我说在旅行之后 又能够回到家里的 这个这个舒适的家中 简直是太好了 就能够再回到家里的 一些舒适的享受的 这个环境之中 太好了 那么在旅程中 舟车劳顿 旅行不便 哎呀 这个在家签班好 出门一日难呢 一回到家之后 开门之后 坐在沙发 哎呀 写一个 一开遥控器 电视打开了 一开遥控器 空调开开了 舒适的 听着音乐 看着电视 坐在沙发上 这都属于comforts 叫home comforts 对吧 这就好理解了 就是这个 与之相比呢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程度船往返 或者程船旅游观光 为我们提供了 文明世界的 很多种类的舒适享受 那怎么一个享受法呢 在下面会详细指出 You can stretch your legs on a spacious tax play games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and enjoy good food always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the sea is calm 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在宽敞的甲板上 舒活 舒活筋骨 这宽敞的speech是怎么讲的 舒活 舒活筋骨 咱们说过这是复习 叫stretch one's legs 它叫坐得太久 出去走一走 可不能发现成 蹬了腿了死了 就趁拉开腿嘛 坐得太久了 腿皱本 气血不流通 出去转一转 这朱自清的话说 舒活 舒活筋骨 抖擞 抖擞 精神 就这么一个效果 散步的一种 我们再回顾去散步 咱们多次说过的去散步 十九课也讲过 二十三课也讲过 take a walk take a stroll have a walk have a stroll go for a walk go for a stroll 就去散步的意思 这都可以 这个walk呢 比较通俗 这个stretch呢 比较文气 而且stretch这个词 一般都是慢悠悠的 悠闲的 或像老头一样 拄着拐棍 慢一步 过六个钟头 再慢一步 慢慢慢地这么走 这个叫散步 这跟这个 出去转一转 有些类似 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先看一个 小猫咪散步 八十六夜 第四行末尾到第六行 十九课里边 八十六夜 第四行末尾到第六行 he usually takes a short walk in the evenings and it's always home by seven o'clock 小猫咪总是在晚上 去散一会儿步 七点钟 总是准时回来 猫散步 那么二十三个蜗牛散步 就用stretch这个词 来特别贴切 咱们再复习 一百一十四夜 十三行中间 到第十五行 一百一十四夜 十三行的中间 到底十五行 这个想法 从未使我 产生过太大兴趣 但有一天 在一次大震雨之后 我碰巧 正在花园里散步 这时 我们说 我也翻着这时 因为前面是进行时了 这时我注意到很多蜗牛 正在我心爱的植物上 他们也在散步 take a stool 这是蜗牛散步 慢悠悠的 用它刚刚好 这个我们再看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咱们看一看 咱们以前看过的 走遍美国的一些片段 这个两口子 在周末嘛 吃完早点之后 他说了 What do you want to do after breakfast 吃完早点之后 你想干嘛 老婆就说 Why don't we take a walk down to the river 为什么我们不去河边去散步呢 take a walk 是去散步 没错 对吧 还要看老友记中的这个片段 Is Chandler here? No No He went for a walk 这个Phoebe问 Hey Is Chandler here? Chanel在家吗? Joe is No No He went for a walk 不 他不在家 他去散步了 Go for a walk 去散步 也可以 这也可以 好 回到记中 你可以在宽敞的甲板上 舒活 舒活 筋骨 并且呢 Play game 可以做游戏 甚至还可以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结识 结交一些有趣的人 坐船的人 天南海北 五湖四海 哪人都有啊 结交一些有趣的人 这个meet 在这儿不能反正遇到 遇见 这是主动的行为 咱们反正结识 或者是结交 好朋友 咱们来看一下 264页的第24号 264页第24号 One wants to meet like-minded collectors 人们可能想去结识一些 志同道合的收藏家 这个meet 在这儿是结识 或者是结交 这个还是这么一个用法 结识或者结交 在这儿呢 并不是预见 结识一些有趣的人 还可以享受美食 在上吃海鲜吧 但是我们说 坐着说有条件 Always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the sea is calm 总是得假定啊 大海是风平浪静的 海上没有波浪 那么这些确实是很不错的 这个36颗讲过 assuming that 这个特殊的廉词 assuming that 后面有没有这个 大家都行 assuming本身单独的廉词也行 加上那之后 构成复合廉词也行 那么这个廉词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发现以为什么 还以为是这样的呢 第二个发现假定或假如 但发现假定假如 应该说更常见一些 更常见一些 那发现以为呢 这个用法咱们用过 咱们复习一下 在166页倒数第二行 就是166页的第22行 36颗最后一句话 assuming that his family had been killed during the air raid he had settled down in a village 50 miles away where he had remained ever since 以为他的家人 在一次空袭中都死掉了 这汉斯呢 就在50英里以外的 另外一个 这个小村子 定居下来 并且一直住到了今天 还以为是这样的呢 assuming that 符合廉词来用 是可以的 本分钟是假定 总是假定 大海是风平浪静的 这个我们造个句子吧 假定 我们把这个假定也用一下 你将用半小时到那儿 当然假定 路上如果车不多的话 这个车 路上的车 一样可以用traffic 不可署名词 车多可以用heavy 车不多 is not heavy 对 你将用半小时到那儿 当然到那儿get there就好了 咱们看怎么说 you'll get there in half an hour 这印表用多长时间 但后面呢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the traffic 车不多吗 is not heavy 这个前面这个 you'll get there in half an hour 还是句子主句结构 后面assuming that 还是引导一个条件状态从句 反正在这反正假定了 总是假定 当然我们又插入一句 of course 假定呢 路上车如果不多的话 路上车不多的话 后面作者说 那如果这个假定海面上 大海很平静 不起不浪 那确实很不错 那万一起波浪呢 那恐怕比坐火车 开汽车更难受 if it is not and you're likely to get seasick no form of transport could be worse 咱们看看这句话 语法成本分析 好 咱们接着看下一句话 他说你这个假定啊 大海是风平浪静的 你这个还行 这个确实有很多享受 什么节食有趣的朋友啊 吃美食 但是 下面这句话说了 if it is not and you're likely to get seasick no form of transport could be worse 那如果大海又是不是 风平浪静的话呢 可能就不行了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本分析 这逗号之前呢 是我们这个 这个在剧中 整个一个条件状语了 条件状语从就 if it is not 这个有语境 可以看到后面省掉了 come这个词 因为上一句话末尾有一个 总是假定大海是风平浪静的 这come这词有了 所以说如果大海又是不是很平静的话 and 就是在if从就内部 这并不是在主题中 这继续是跟前面 it is not 并列的这么个句子 还是在条件状语从内部 并且还如果怎么样 并且你还有可能晕船 如果你不晕船没事 像很多水手呢 他不怕这个东西 你如果是海不平静的话 我不晕船没事 并且你有可能呢 get seasick 会变得 这个在船上之后 会呕吐 晕船 seasick 就是晕船的 这个seick 本来表示恶心 这个要吐的 seas是大海上 并且你还晕船 好了 到这为止 这个条件状语从内部才结束 主句是 no formal transport 没有其他类型的这个交通方式 比它能更糟了 说明这个时候 这个坐船是最糟糕的 这是否定词 加上这个比较及worth 构成了一个最高级的形式 表示这个时候坐船 是最难受的 最糟糕的 那么 我们再看看 the no form the form表示类型 没有什么什么类型 咱们以前见过 form在这跟kind跟sword 是一样的 比较类型 后面这个transport 我们看到 这表示交通方式 或者泛指交通工具 它是不可处名词 这个词呢 我们一看是个英联盟国家的用词 在英联盟国家 这个名词可以使用transport 后面如果不加捡舌的话 transport 但这个词在美式里面 一般用transportation 意思一样 也是表示交通工具 或交通方式 都是不可处的 但是用transportation 这个知识 我们在以前就见过 我们先看看 什么公共交通工具 public transport 不可处名词 英联盟国家这么多 到了美国呢 public transportation 但我说了 英国和美国人交流 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无论你说的是哪一种 无论英国人 美国人都能听得懂你 只不过我们在用的时候 不要一会儿英式 一会儿美式 把英美分开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在第47课里边 216页24行到25行 216页的24到25行 A lot of people object to mobile phone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used in public places like restaurants or on public transport 很多人反对手机 尤其是他们在公共场所使用 比如在饭馆里边 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之上 public transport 应使用法 相当于public transportation 公共交通工具 好 那本文中说 no form of transport 没有其他类型的 这个公共交通工具 怎么样 could be worse 能够变得更糟了 能够更差劲了 这是复习二侧的知识 还有三侧 23颗讲过的知识 是否定词 加比较级 其实相当于一个最高级的海域 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比它更糟糕了 说明这个时候 这个交通工具 其实是最糟糕的 坐船 晕船 你们一旦海上风浪 大的时候 这是最糟糕的 咱们先复习 这个知识在 新概念二侧就讲过 先复习新概念二侧 第54颗 年户的手指 这颗主 Nothing could help be more annoying 没有什么其他事情 更恼人的了 更令人不开心的了 Nothing could help be more annoying 说明这个事情 最令人气愤 最让人生气的了 没有什么事情 比它更让人生气的 Annoying 就是恼人的 让人气恼的 这个是这么一个用法 三册二十三颗也出现 在114页第九行 咱们三册里面 114页第九行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No creature has received more praise and abuse than the common garden snail 没有任何生物 得到的表扬和遭到的谩骂 能超过这个常见的 花园的蜗牛了 这个no 跟more 否定词嘛 这more是比较急嘛 说明这个花园的蜗牛 受到的表扬和遭到谩骂 是最多的了 没有任何生物 比它更多了 否定词在比较急 最高级的含义 它表达是最高级 在四侧还会出现 四侧还有 四侧的28颗 就是病人和医生 这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There is no quicker method of disposing of patients than by giving them what they're asking for 再也没有比这更快的方法了 什么方法呢 这of还是引出同为语来 这方法就是打发病人的方法 disposing of patients dispose of 就像能get rid of 打发走讨厌的家伙 比什么呢 比病人要什么 就给他们什么 这更快的方法了 再也没有比他更快的方法了 说明这个方法 病人要什么 就给什么 这是最快的 打发病人的方法 This is the quickest method of disposing of patients 对吧 在这又是一个 最高级的含义 其实表示最高级的表达 特别特别丰富 咱们下面 咱们进一步总结几个 你看在第41课里面 也有一个表达 最高级的方法 叫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与它相比 192页第9行后面 192页第9行后面 你看也是表达 最高级含义 Nothing can be compared with something 没有任何东西 能与它相比了 说明它是最好的 最棒的 也是最高级的含义 它没有写出最高级的 它坚持为 没有任何事情 能与这个相比了 低声气体 在凌晨 鸟儿的鸣叫声 还有出声的太阳 在树梢和弩场上闪烁 这幅美景 无一伦比 无一伦比 叫Nothing can be compared with something 如果是人呢 But nothing with no one 就好了 No one can be compared with 就好了 也是说这个 是最好的 最棒的 我们再看本文中 十九行最后 就在四十字课里面 本文十九行最后 又出现一个 表示最高级的含义的答题 But nothing can match them for speed and comfort 这for是对于什么来说 对于速度和舒适来说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与它相比例了 Nothing can match something 表示这东西 是最棒的最好 Match 相比例 没有任何东西 与它相比例 表示它最棒 如果是人呢 把nothing 换成no one 就好了 No one can match her 没有人 能够与这女孩子相比 就好了 那么再回顾 我们在第二课 讲这个equal 这个单词中 也讲过一些 类似于最高级的表达 Nobody equal 或Nobody match somebody 这个也行 我们除了用match之外 有时候也能换成equal equal 也是与某人 能力相当 相匹敌 Nobody 当然你用no one 也行 Nobody equals him 或Nobody matches him In strength 在力量方面 没有人能够与它相比例了 Nobody No one 当然事情可以说 nothing 就好了 还有一个 我们这个固定搭配 have no equal 也是表示最高级含义 没有人与它能相比例 这个equal当名词 可以表示相比例者 相提并论的人 搭配就是have no equal 这单句变得has 在英语方面 in English she has no equal in her class 就相当于 in English she is the best in her class 她在她的班里面 是最棒的 最好的 还有一个 我们在托福听力里面 出现过的一个 最高级的表达 咱们顺便再看一看 咱们做一个总结 咱们以后表达最高级 就不一定非得 写出最高级的形式了 咱们看看当年 这个听力身体中的片段 Question number five In computer programming Susan's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the rest of us 你和她说 In computer programming Susan's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the rest of us 在计算机编程方面 Susan怎么样 脑袋和肩膀 都比我们要高一大块 这个脑袋和肩膀 比我们高 叫be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somebody 脑袋和肩膀 比我们高 什么Susan在这个方面 比我们强得多 Susan这个方面最棒 最好最强 用这大分也行 这是表达最高级的 另外一个 这个用法 叫做 be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somebody 脑袋和肩膀 比他高 这个一般都是指人 指人更常见一些 好 后面 其一幕说 Even if you travel in ideal weather Sea journals take a long time 他说 说即使 那天气好 即使天气好 即使你在理想的天气中 旅行 ideal是理想的 我们说ideal这个词 本来就是最高级的 没有比较及最高级 理想的就最好的 最好的天气中旅行 风平浪静 没有一丝风 那怎么样呢 海上旅行 take 不需要啊 我们说需要很长时间呢 得好几个月才能到的 它费时 我们说 relatively few people are prepared to sacrifice holiday time for the pleasure of traveling by sea 那么没有多少人愿意 牺牲这个宝贵的假日时间 就为了换取那些海上旅行的乐趣 我们都是愿意到目的地玩 谁愿意在海上玩 所以呢 它还是一个弊端 就是费时 慢 这个relatively few people 这个相对比较少的人 这个比较是比较少 比较多 比较差 比较贵 这个relatively 加形容词也是个常见表达 大家可以把它记住 relatively few 就比较少的人 relatively easy 相对比较简单 relatively new 比较新relatively minor 比较次重要 比较次重要 都可以用这个relatively 加个比较急 相对比较怎么样 咱们复习42课 第一句话就见到了 咱们看196页42课的第一句话 196页42课第一句话 Cave exploration or potholing As it has come to be known It's a relatively new sport 它动学勘探 或者被穿问叫potholing 正如慢慢被大家所了解的那样 是一个比较新的运动 比较新 叫relatively new 比较少 relatively few 这个搭配顺便可以记住 好 比较少的人愿意乐意 are prepared to sacrifice holiday time 用的是这个乐意愿意 be prepared to do 这个李老师也说过 这个时候prepared 一般不翻译成准备好的 因为准备好的 一般叫be prepared for 后面加其次for 如果prepared这个形容词 后面加动词不定是 那一般来说 都是乐意愿意 而不是准备好的 这是相当于be willing to do 或者be ready to do 同样的ready 在这个时候 一般不翻译成准备好的 它的搭配同样准备好的 应该是be ready for 然后加to do 是乐意的愿意的 这个注意翻译 这是老的知识了吗 41个就见过吗 我们看看192页第14行 192页的第14行 为什么人们愿意忍受每天四小时的路程 就是为了这种能够住在农村这种所谓的好处 我简直无法理解 乐意愿意 be prepared to do 这是41颗的知识 41颗的知识 好 再回到居住 他说 比较少的人愿意怎么样 sacrifice holiday time 牺牲假日时间 这个sacrifice 搭配我们在第四课中讲过 一定记住戒词 我们叫for 为了某个东西 而牺牲放弃前面这个宝贵的东西 注意后面 sacrifice for 是表示目的 为了这个 一定记住这个s 本文中呢 for 是为了这种海上旅行的乐趣 而牺牲假日时间 这个 我们复习一下 第四课 第四行最后到第六行 就是26页 26页的第四行最后到第六行 你看这句话中 也是这么来用的 Such is human nature that a great many people are awful willing to sacrifice higher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becoming white-collar workers 这是人之常情嘛 为什么呢 那么很多人 常常愿意 牺牲更高的薪水 就是为了 能够成为白领工人 这种特殊的好处 这种特权 for something sacrifice something for 为了某个目的 而牺牲一个宝贵的东西 我们最后来造个句子吧 没有多少人 没有多少人 愿意为了钱 而牺牲掉自己 作为人的尊严 没有多少人 也相对比较少的人 relatively few people 为了钱就 for money 那牺牲掉 作为做人 sacrifice 人的尊严 在27个 咱们讲 human dignity 还记得吗 27个不买也不卖 咱们说过 试试看 没有多少人 relatively few people are prepared to sacrifice their human dignity for money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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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鼓掌了 我看这个 relatively few people are prepared to sacrifice their human dignity for money 就没有多少人 相对很少的人 愿意牺牲到 为了 为了钱 而牺牲到 作为人的 human dignity 这等于在 第一个 句型的这个段落中 他把两种方式 by land 和by sea 都给否定了 碌碌不行 从大海走 也不怎么样 你风浪 他是晕船难受 没有风的时候 他很费时 都不好 那么既快捷 又舒适 题目中 说的是什么呢 在第二段中 作者揭示 这个谜底栏 好 第一段 复杂的段落 跟老师 我们先看到这